打不死的小強用來救災 你能夠想像嗎 日本研究團隊研發出了厚度 只有頭髮二十五分之一的 太陽能電池薄膜 把它跟微型電子裝置放在蟑螂身上 用來控制他們的行動 未來可能要靠這些半機械小強 來拯救人類 研究人員按下按鈕後 身上背著電子裝置的蟑螂 立刻轉向左邊跑 日本研究團隊最近公布研究成果 將令人聞之色變的蟑螂 變成可接受人類指令的半機器人 讓人大開眼界 研究團隊利用馬達加斯加蟑螂 大小適中 沒有翅膀不會飛的特性 將只有四維米 月頭髮二十五分之一厚度的太陽能電池薄膜 以及內含有電極和晶片的電子背包 放在蟑螂身上 利用遙控發出電流來刺激蟑螂的感覺器官 達到控制蟑螂行進路線的目的 研究人員說 之所以採用活體昆蟲 是為了用最精簡的裝置和設計 來達到最大的效果 如果以完全機械化的昆蟲機器人來取代 移動的穩定度會打折扣 也會消耗大量能量 研究團隊指出 未來只要加上攝影機裝具 就可以讓半機械蟑螂 發揮救災或探勘功能 應用範圍十分廣泛 此外電池薄膜也可以結合衣服或皮膚貼片裝置 用來測量脈搏等基本生命象徵 不過在半機械蟑螂對人類做出貢獻之前 人們得先克服對小強的恐懼 公視新聞曾惠敏編譯 老闆 今 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